大家好 我是Wenway 谈到整个外资的这种撤离 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些比较冰冷的数字 比如说去年外商职业投资 直接回到了30年前等等 就想起来也是挺可怕的 整个就是踩踏似的 大规模的在往处走 然后就今天看到两个实际的例子 看到两个帖子 这个帖子你从中 你就可以非常更具体的 你看到整个外商他们的心态 他们走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他们走了以后 坚决不会再回头 的那种决心 这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谈到西门子 西门子就有一个人到上海 然后出差 带了几个西门子的这个人一起来 就是要彻底离开中国 彻底剥离中国的业务 然后西门子走了以后 他这里面谈 我说的都是大致内容 他西门子走了以后 会带走一些大群的供应商一起走 然后相应的一个港口 以前都是车水马龙 但是现在走了以后 我看他那个文章里 就整个港就废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他谈到西门子 西门子其实在中国 耕育了很久 几十年 跟政府的关系也很密切 也拿到了很多订单 但是现在也不得不走了 就是老牌的外企 对吧 就是说也要脱钩锻炼 必须得走了 原因是什么 第一 就是习近平总光阵不动摇 真的是把人吓坏了 吓坏了 然后第二点原因就是什么 整个目前国际的大的局势 习近平还有包括中共 总是站在邪恶一方 你知道吗 世界开始大家都已经清醒了 对吧 整个世界 他这里面讲 就是世界局势的发展 已经不利于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产业了 要走了 让他这里面提到说 一方面就这个政府 他指中共政府 已经无法正常理性沟通了 然后另一方面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句话 然后他这里面提到 这个帖子里面提到说 今天不舍得离开中国 明天就会失去整个世界 这个话 你看见了好像有些夸张 其实不夸张 确实是这样 大家都在往外走 产业链都在往外走 对不对 一方面就是说 他提到的是人心的问题 对吧 你老是跟这些坏人站在一起 对不对 那你 就是中共 那你还在留在中国 你跟中共站在一起的话 那谁还会跟你做生意呢 这是一个大趋势 二就是大家都走了 产业链也都在外面 你自己留在中国 又有什么用了 所以大家就赶快走 就连西门子 这样的老牌的外企 也都在走 对吧 他这里面讲 就是说 所以西门子 就是砸锅卖铁 拔腿走人 你看这个话说的 那他就这里面 就讲说这个人 西门子这个人到中国 他是从荷兰转机 他说荷兰 这个航班克满 全是中国人 就是说 他是为什么 这个荷兰克满 就是很多国家 都没有直飞中国的 这个飞机了 大家都 转到荷兰 从荷兰这 然后往这个 中国那边飞 就是很多国家 就不愿意给你打交道了 连直航飞机的航班数 都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就是你从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清楚的 看到整个目前 中国这个外资 都说走得快 走得快 到底有多快 走得决心 很大的决心走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经验有一个 比较实质的感受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就是什么 在上海有一个人 他有两套房子 然后一套房子 以前就租12000 一套房子租9000 人民币 那房子是 就怎么说的 非常好租 就是有的时候 合同还没有到期 中间就找过来了 看能不能 让他们租出去 等等 然后我们习近平 一尊总方针不动摇 就来了 然后他当时 这两个房子 住的是两个德国人 他这里面就形容 对吧 就是 这些人就特别 特别痛苦 也出不了屋 甚至没有吃的东西 对不对 那个时候在上海 对吧 然后突然可能 稍微有一点空袭 就是他这两个德国人 就是他这种形容 连滚带爬 就八腿就跑 对不对 走的时候 就是什么东西 都没整理 按他当时的形容 就是说 拿上钱和护照 赶紧走人 就连很多图纸 都没有拿走 都走了 他可能也没 跟房东打招呼 就是吓得这种程度 就是你看 比如说 他有一个空隙 要说这一两天 你们可以走 对不对 那肯定走 当时韩国留学生 在上海 没有吃的东西 当然他们也可能 也类似这个情况 反正是 这两个德国人 这个是一个德国公司 两个人就走了 什么东西也没拿 然后呢 这个保证金也不要了 后来跟房东联系 我说保证金就给你的 就是这个德国人 就说这保证金 是给你的补偿 对吧 我们走的事 也没有通知你 非常抱歉 然后里面那些东西 也不要了 你随便处置 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房东 他也理解 对不对 当时房东 也作为上海人 他也深受其害 当时 然后呢 他当时房东 就说什么呢 说哎呀 这房子呢 我不动啊 你们东西 我还给你们留着 等到你们这个 后面的同事 过来的时候呢 你们还可以再接着 住我的这个房子啊 然后这德国人就说了 说了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不会再去了 不会再去了 就他们回了一讲 其他德国人也吓坏了 谁还敢去啊 然后后来上海的 这个办事处呢 也撤了 撤到新加坡 跟新加坡那边的 办事处合在一起 然后他这里面就强调说 有上海人有什么业务 他们就从新加坡 直接飞到上海 办完了 一分钟都不想停留 赶快走 就是给人家 下到这种程度 你知道啊 后来他这个房子呢 那个大一点的 一万二的房子 就租不出去了 小一点的呢 租给好像是印度人吧 然后就是 以前是租九千 现在就只能租到六千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你看到 整个中国的这个外资啊 大规模走的时候 那个很细小的 那个小的场景里面 那些人的这个心态和那个状态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现在外资到这个程度 对吧 再回过头来看说 为什么去年外商直接投资 直接回到三十年前 为什么去年第一季度的 入境中国的外国人 几乎就接近于零 降到98% 有五万人 很多还都是 四万人是香港和澳门入境 还有很多是 拿着外国国籍的 这个原来的中国人 对吧 那就是大家都吓坏了 那以后的这个趋势呢 肯定越来越明显了 今天上午第一个视频 不是上午了 反正刚才我做的第一个视频 我也提到了 习近平对不对 这开完两会 到哪到长沙 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毛泽东学习的地方 还谈到什么红色 什么资源 什么教育 是不是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这两会完第一站 到这个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你什么意思 那不就是要宣誓吗 对吧 即便如此 对不对 即便你们大规模退出 无论如何 我要走毛泽东路线 不就这个意思吗 你说要到了这个场景下 外国人他们怎么想 那不走怎么整 是不是 那外资撤了以后 整个中国就是一片凄凉 那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很多人 很多中国人 可能还是那种 还是那种想象 就是说 外资离不开我们 都是暂时的 到时候他们还会再回来 我们这么大个市场 对不对 他们怎么可能离开我们 真不是那样 大家不要有这种换奖 人家是真走了 真走了 产业链 全都往处签了 开始了 对吧 一点点 就全世界 整个经济就形成了一个 没有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循环 一旦真正进入到那种经济循环的时候 一切就全都完了 其实现在已经全都完了 现在也挽回不了了 这个步骤已经开始了 什么富士康 等等这些产业链 不都在往处签吗 全都是这个样子 对吧 就是习近平的总方针不动摇 造成的这个后果 对吧 大家可能得至少怕个五年 十年 甚至你习近平在台上 大家都不敢 不敢回来 是不是 那整个这个 大家就都走了以后 那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就会变贫穷 对吧 你说改开放前 当时也没有外资 和现在的一个情况 有人说改开放前 是门在里面锁 对吧 钥匙拿在中国政府手里面 开了以后 外资就会进来 现在是门在外面锁了 外资哪是钥匙 人家想不想进来 就不知道了 其实这里面除了这个差异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就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 当时那些人 他们是满怀希望改革开放以后 好好的 就是大干一场 好好的去赚钱 而且那个时候的人 他不管怎么样 他是挺能吃苦的 而且那个时候 也确实有很多能人 他们都后来 大家都看到了 等等像马云等等 这批人都出来了 对不对 今天不是那个样子 今天中国的这些人 很多能人都走了 都走了 剩下很多人 咱不敢说百分之百分 特别是很多年轻人 那都是从小养尊 处优 娇生惯养 长大的 根本就吃不了苦 更何况他也不想 去吃那个苦了 躺平了 是不是 那么外资 还有有能力的人 对吧 就是知识精英 还有财富精英 全都走了 然后中国 国内的很多人 也不努力 也没有什么能人 你说最后什么 那就穷到一定程度 就一片黑暗 类似北韩 这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